大家好,我是艾圓神 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4.6版本 圓神新活动攻略 重植激发的研究第二天 好,那么这一批的话是我们 正经的应用研究 重植激发的研究混沌攻略 选择极电积分辨率充实 对务柜子 上半的对务柜子 选择赛诺、瑶瑶、行秋 这才能够适用的,加一个草组 然后共鸣调整这里 我们把三个蓝块块全部指向 对上面的这一根环块 援助上来搭乘 然后下半场我们选择草神 巴妈拉、莉莎、香菱 共鸣调整这里 选择三个蓝块全部指向右下角的环块 元素精通提升 好,开始挑战 那么这一个上半的话就是 赛诺打个长轴 赛诺打个长轴 直接这样输出就可以了 只要保证你的后台 挂草这个频率够够 往上去行 内言 然后挂草之后 赛诺直接翻打输出就可以 嗯? 一定不理了 哼 也很 排军一致 哼 要保证你的这个头组 或者说是瑶瑶的大 时刻带你这个圈类 还行 因为 我带这个圈类的话 挂不上这个反应 好,这个没有了 别切人不要贪伤害 我怕不怕 怕我怕 我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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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周应该是 这一周应该是 这就是一个 单纯的循环了 比较简单 这个 然后就是注意你的这个 出怪的位置啊 它是 两边对称出怪的 比如这个的话 是在我面前出的 那么它下一批 就会在我的这个 增后处 就是90度的一个顺序 好,那没有这个草的时候 我得去鼓伤害就可以了 这有怪 别让人动啊 慢眼 嘿嘿嘿 嘿 喔 看 取手然后开大招 七降零 排局一致 没有这个草的 不夺了之后呢 就直接确认补大招就可以了 要像 巡师城景 再行动 一半 很厉害 你 有这么一个输出方式 因为这个上半全是单体怪 赛动打单体怪是有优质的 所以说这个地方 狙子探脑就可以了 然后没有这个 好附着 就直接确认补这个草附着就行 你留 然后顺便来裹一波伤害 裹一波伤害 裹一波伤害 破图 再也留草附着之后 再切赛动进行复苏 注意你赛动的充能 赛动充能可能需要还不少 要补充你赛动的充能 这个的话上半一般 打一个2000分差不多了 好就是上下两 上下两 不然各次2000分就可以有问题 注意这个地方不要被打到 打到之后你的这个散弱可能被击飞 然后导致你的这个轴絮 还不过来 不要乱动 一触可逃 一触可逃 背下的功能 好 预备 勇在挣扎 好 裹存就出现 把这个打掉 隐匿 偿还这一眼 好上半打的天猫尼巴 够了 如果只是拿原始奖励的话 上半下半 随便打都能买 如果是为了拿这个全部奖励的话 那需要上下两半 基本都得达到2000分 那么下半的师叔手把就这样打 下半 天 这个群外 第三个怪我们站到中间 或者站到边上也行 站到边上也行 然后扫一下 叛歌呢 提取 那个 草神防马一下 然后巴巴拉挂一下 再 好 然后丽莎接纳手 丽莎接纳手 打这个反应就行 便是像师傅的枪法 可是这个就是打反应 然后草神战场辅助就行 因为有巴巴拉 所以这个地方不太怕死 好 我们等于站场辅助就行 补伤害 好 几三个怪 只要你拉到边上 几三个怪 他是一块被你打死的 好 那么下一波怪也是一样 我们拉到旁边对峙怪这里 草神开一扫码 然后巴巴拉 普攻化水 一地 然后丽莎接一下 小心丽莎不要被打死了 好吧 丽莎不要被打死了 丽莎不要被打死了 快 这个队可能 只能对冲戎有点限制不可吧 我们有点难 这个 因为夏曼的话 这几个角色可能很多 无论降临都不怎么练的 不硬 好 我们普遍加伤害 很痛啊 准备好了呢 快一点 我这个号已经地弹用低配去打了 那这个 看不到的情况下 就别打他这个球就行 拿到这个球 然后再用雷 就是你的丽莎霸招 挂到你这三个 三角形的中间 他会把这个三角形逼出来 好 也就打得挺好 这个时候的话 但是我夏曼是推荐你带一个什么 推荐你带一个九七眼 那也能打 好 因为推荐你带个九七眼的原因 就是因为这些怪的话 不太需要你挂水 所以这个 这个起不休我们给了上蛋 如果你带草银牛打夏曼的话 也是可以的 或者枪板 也是可以的 但是考虑到 可能有的这个 观众没有九七眼 那这个的话 我们就 不带九七眼了 太过了 反正考虑到有同学没有抽 对吧 这个就不带了 不带了 然后挑衅裂震 后能伤害 可能把你草箱里炸死了 这样 等一下有点痛啊 你也是要 你要躲还要到这个技能 回套了 来 拦一下草神 OK 这蓝魔怪也是一样 这蓝魔怪的初二生 也是完全一样的 然后你草原画面写的情况下 就切别人战亚厂 拦一下草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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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嘿嘿嘿 好 拦一下草神之后 我们继续战争投出就可以 你去垫 好 记住你啊 他别人回来或满 讲不通 不满的话 这个可能是因为他的 适用决斗的问题啊 如果想自己决斗的话 打满了 过了 那这个对麦丁菲就已经满了 惩罚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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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